为什么小星的行为直接让美牙误会 不来不及上厕所的呀 快 有天美牙打开了厕所的门 看到了小星的杰作 直接怒吼住要她过来 但小星却玩起接龙的游戏 于是就直接怒气冲冲地到了小星的身旁 将她直接抓到了厕所门口 此时看到眼前场景的小星 便把错推给小白 看到还在装算的小星 美牙就用推理的方式 让小星承认凶手是自己 在一顿骚操作过后 小星还不忘与妈妈玩起游戏 有事要出门的美牙 就说小星已经长大了 要负起责任 好好地打扫干净 并且回来后会买蛋糕给她吃 信心满满的小星 便看起了电视 完成最后一道手续的小星 才惊觉自己好像闯祸了 就想起美牙说的话 变得相当认真的 在美牙回来前就把厕所打扫干净 到家后的美牙非常地感动 好好地称赞小星 顺便拿蛋糕给她吃 小星就又装算玩起接龙的游戏 美牙就把小星疼爱了一番 这集就这么结束了